但是大头选手可能还是想用常规打法试试 他是想把你的宠物 现在开始磨血了 现在应该就是我所说的 现在是他是想试探一下 看看对方人物的精灵情况 由于他现在少一个号 也导致 想要试探对方的精灵都很困难 飞掉了一个宠物 天尊先生的守法阵龙终于被破掉了 双方由于之前用的是诅咒流 所以说打法上比较偏向于楼 因为诅咒的打法 他本身就不是很高猛 应该算是以楼克刚 而偏偏双方都是什么 以楼打楼 以楼打楼那两个都是很楼的 所以首发阵龙几乎都没有破掉 只有大头逸选手之前飞掉了一只宠物而已 那么现在的话刚好双方都飞掉对方一只宠物 但是大头逸选手已经无力回天了 哇塞这波全部睡眠 只有一个号是能动的 这波很可能就终结 没有终结这波的话这个上方选手 由于宠物也是伤闻比较惨 所以没有办法阻止墙地的攻击 但是由于大头逸选手现在确实情况非常不妙 所以他也没有足够的号来进行进化 被睡的全部被睡眠了 两号都被睡眠 只有一只宠物能斗 能动的宠物也直接被击杀 那么现在完全是天尊写手的楼铃时间 大头逸选手滚掉逃跑了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波还是我们第一轮的比赛 第一轮比赛的话是又是我在挨斗对决 炫之队 那么这两位选手的话 炫之队这位选手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 他在三为三当中的造诣简直是天下一绝 可以说是每一次四强大赛当中都有他的身影 所以他的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 而又是我在挨斗这位选手 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他很扛揍 既然他很扛揍 同时又能什么又能杀戮四强 就说明这位选手肯定有他的独盗之处 我的天哪 这也太凶险了吧 直接把你打了个全体混乱 炫之队的话阵型瞬间大乱 这个直接被混了一大片 我全部控制 我的天哪 这实在是太嚣张了 这个不能忍 这个侮辱性极强 直接给你实话睡眠加混乱 可以说能用的控制几乎都用了个遍 除了这个酒醉没用以外 都用过了 我的天哪 这个侮辱性极强 这个我的天哪 这个这就尴尬了 这个选之队选手啊 现在是被控的非常凄凉啊 终于有一个号可以 哎呀他在可以减化的情况下 没有选择进化 而选择了继续 控制对方 结果是一个没中 四三四继续被疯狂混了 哇直接 哇这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选之队的话 直接一个号是一个宠物室 直接被击飞啊 另外一个号是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 啊这实力非常强劲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 哇这个 这个起手一拨下来啊 这个我是挨揍啊 就这个 可以说取得了一个绝对的优势啊 宣执队选手 陷入非常被动的状态 那这个宣执队 这岂不就直接凉凉了吗 这什么情况 到底是那么 好 我爸 还能看到 阻哥 呢 好